暴雨突袭了南台湾高雄县首当其冲 淹水的情况非常的惨重 就在那关键的几个小时 119的报案电话都被民众来电给塞爆了 情务中心涌入了一千多件的求助电话 但许多道路淹水阻断的救援 让消防队员也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我这边已经淹到快二楼了 你们家是快二楼的吗 对啊 你家怎么会几啊 我们两楼 我们的船门又不能开 我们要常说要从河门 二楼的后面阳台那里逃生 后门啊 报案的妇人就是这位阿嬷 半夜暴雨霞带洪水冲入家里 瞬间淹水高度达到一米半 足足有一个人高 回想惊险的一刻 鱼记犹存 都那些东西放下来 拆掉水滴下来 没看到那些东西 最怕的就拆掉那些东西 顾不得脚已经割伤 在危急时刻 他甚至打算带着儿子孙子 从二楼翻墙爬邻居屋顶逃生 最后是阿兵哥撬开铁窗 把他们从二楼救出来 这家人在淹水的一晚报案 直到隔天中午才从二楼脱困 因为消防队像这样的电话 接都接不完 消防局局局你好 齐务中心1196条专线 全满出动了三倍人力受理报案 但涌入的电话多达1100通 119差点被塞爆 真的是恨不得自己变身八爪章鱼 再看看白板 许多消防队不是淹水就是停电 能出勤的也大多被洪水阻断救援道路 真是让英雄也气断 昨天新闻李东益陈永泰 高雄报道 感谢观看